當然我們都是一路擴大我們現在的檢測計劃 尤其是我們現在在社區那裏 都是發現最近有幾個確診的個案 一方面我們就現在很著力地去追蹤 這些確診個案的緊密接觸者和他們一些接觸者 還有大家知道我們在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在寧木樹附近和這些緊密接觸者出入的地方 其實都在派仰本評 希望去了解社區有沒有真的有傳播鏈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是由星期五開始 就已經增加了一些沒有徵狀人士的擴大檢測 包括在機場工作的人士 因為在機場我們有很多輸入的個案 這個風險都會比較高 另外就是現在和社會福利署 亦都是合作在他們的老人院舍 和殘疾人士院舍那裏的員工 都會是如果他們有輕明的徵狀 都會做一個檢測的 這個就是說這些人士 雖然他們自己未必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群組 但是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 如果他們是有了確診的話 就會是高風險的 對於他們的服務的群組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會先推出這兩項 接下來都會在社區那裏去研究 例如在我們葵青的地區看見中心那裏 以至到18間的中醫的教研中心那裏 是否可以在那裏都會做一些擴大檢測的工作 當然我們現在都是一個初步的計劃 我們都要繼續和他們談的 這個 但是就說我們去擴大檢測和擴大我們檢測能力 這個方向一直都在做緊和是肯定的 所以我們較早前政府通過創科那邊 都是批出了有超過2億元 去加大我們實驗室的檢測能力 包括兩間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和衛生署的公共衛生化驗所 務求是將我們的檢測能力希望在8月更加再擴大 現在的檢測能力 如果是醫管局和衛生署 就每一天大概都有4、5千 現在如果我們每一天不是很多確診個案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還有一些空間 我們是可以去做多一些的檢測的 但當然我們都是要時時都是要留意 如果是有一些確診個案 而他們有很多緊密接觸者的時候 都要預留一些空間 是可以做這些緊密接觸者的測試